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菲律宾人究竟有多热情 究竟有多么的友好 我再讲讲我的亲身经历 我是昨天到了这个城市 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 就是由于这里不是一个旅游城市 前天晚上我在跟我那个酒店的 在那个天使城的酒店的老板娘在聊天 那老板娘她跟我说 她说我是来自这么这么个地方 我们那里没什么游客 我在那天晚上我就查了一下 从那里到车开车到这里 就是坐公交车 只要这个一个小时就到了 我说既然那么近我就过来看看吧 所以我就昨天啊 临时就决定 就就就坐了公交车就过来了 这个昨天还有 我意思就是在公交车上第一次享受了这个菲律宾的老人待遇 她一看 她问我你是不是老人家 我说是老人家 你把你老人证的那个号码告诉我 我也没有什么老人证的号码 我就乱报了一个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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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价就来了啊 然后我就找到这个酒店嘛 住在这里嘛对吧 刚开始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酒店找不到 因为它很隐秘 我就找到那边有一个小商店 我说我找这个酒店 不是酒店的小客栈 那个人一看 哦就在这里 我带你过去 一个个子高高的一个女的 挺热情的 就把我带过来 带过来以后就到处就喊了 哎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找不到人 没关系你在这里坐一下 这旁边在切菜啊 可能有点声音啊 她说你坐一下坐一下 我就帮你叫 她居然是跑到那个公共厕所 把那个门打开 我都看得见 那个女的坐到马桶上 她说你快一点快一点 那个客人啊 那个女的说 那你还等我弄完再去 就来了以后就就就就 然后就就就 就住下来了嘛 住下来了嘛 这个住下了以后 我就跑到那边 就感谢一下她嘛 对吧 这个这个女的把我带过来的 个子长得很高嘛 我喜欢个子高的女人嘛 就跑过去啊 她叫Yaklin 她的名字叫Yaklin Yaklin 就跑去啊 啊一起吃饭吃饭 中饭了一起吃 就就就就给些东西给我吃啊 吃完以后 我说多少钱 啊不要钱 不要钱 我那不行 我一定给钱给你 那就给一百块钱吧 就差不多是十二块钱人民币了 就是意识了一下啊 就很热情 那么下午我就自己出去走一走啊 因为昨天过来嘛 就是有点辛苦了嘛 我就想呢 就是一定要这个补充点营养啊 所以昨天晚上我就自己就买了半只鸡 平时我从来不吃半只鸡的 我顶多吃四分之一只鸡 昨天我就买了半只鸡 在外面我也买了这个米饭啊 买了蔬菜啊 我知道这个蔬菜很困难嘛 然后就跑到这里来了 就是发生在一个偶然的事故 什么事故呢 我就把这个饭呢 这个这个塑料袋啊 就放在那个那个那个台子上啊 放在外面那个台子上 才发现哎呀 我忘了带水了 所以我就回到我房间去拿水 就走到房间拿水出来的那么一瞬间 也就是前后也大概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我那个摆在做成了食物 就被一群猫 我给你的天呐 这个里面的老猫啊 我估计他们都不喂的啊 那个饿得像饿狼一样 啪就上去啊 就已经把我那个鸡啊 就撕开了 那个鸡就散落到到处都是啊 这个我就哦 不知道了啦 我的鸡没了 这个这个主人一看啊 哦 这个怎么行 拿着棍子也去打猫 我说不要打不要打 没关系没关系 这个猫也要吃饭嘛 对不对 我们有人权 它有猫权嘛 对吧 那我就没办法 就捡了几块啊 看上去还比较完美 我认为是没有弄脏的啊 自己吃了啊 还使不得嘛 一块好的吃了 剩下的基本就喂猫了 那猫就喂了很多 有的就直接来抢 有的就跟我这个套肉 跟我蹭了蹭去啊 发现有一只猫啊 长得很像我在 那个Angla City 我喜欢的那只猫啊 我就专门给那只猫吃 那只猫还怕得不得了 胆子又小 你已经吃的口侣的 都被别人抢去了 就这样一天就过去了嘛 对我心里想 哎呀我饿一个晚上也好嘛 饿一个晚上的话 会有幸福感嘛 现在肚子饿就是一种幸福之感嘛啊 我就想了啊 没关系了 就就就就就就就这样吧 没想到等一下啊 我后面那个 那个在里面工作的那个 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小姑娘 21岁的小姑娘就敲我的门 蹦蹦蹦 敲我那 我说什么事 她说 晚上请你一起吃饭好不好 我说哦 我说你们老板要请我吃饭了 她试试八点钟 我还是以为就是八点钟呢 就是大家都会到这里来啊 吃饭 我说嘿嘿没关系 我说我已经吃好了 我到时候陪你们坐一坐吧啊 这个还没有八点钟 七点钟钟 八点钟 不到 她又了小妹 好准备走了 我看 哎呦 这个小姑娘头发收得很好的 也打扮得很漂亮 我一走出来一看 哦这个女主人也是打扮得很漂亮 还有好几个女的 都打扮得很漂亮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出去吃饭 我说哦出去吃饭呢 那好 那我就回去换衣服吧 我赶快跑到家里啊 好在我把我昨天 以为一带了一件长袖衣服 好看一点的 洗掉了啊 还没有完全干 基本上半干的状态 我就穿上了 然后裤子穿好 也打扮得 算是像样子 就出来了 一看更多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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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同志啊 好像都打扮得很漂亮 就是要开了一辆货车 请注意说货车我 这个小姑娘让我坐了驾驶室啊 她陪着我坐了驾驶室啊 然后呢 其他的这些啊 这个这个妇女同志啊 就是都像货一样 就坐了后面 我还以为就是五六个人嘛 对吧 结果一开开到外面 又有一摊 又有一堆 又有一堆 这个就是整个一货车的妇女同志 我就问这个小姑娘 旁边这个小姑娘 我说今天是什么 什么庆祝日啊 什么活动啊 就是迎接你 我们欢迎你 我说欢迎我 值得画大不大的事情吗 这个一到啊 结果是一十七个女性 OK 就那个司机啊 这个是开车的司机 跟我两个男的啊 一十七个女的 坐两座啊 凳子都摆不下 大家就开始就 很一个个都像那个princess啊 都像那个公主一样 漂漂亮亮 就是就 稍微聊了几天以后 就有一个人就问了我一句话啊 Are you single You're single 我说啊 我就说 I have a wife 然后说我有一个太太 Oh You have one wife I have one wife 然后是整个就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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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笑起来了 然后就完全态度就变了 那个那个公主啊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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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不重要的都没有了 啊一个个的就是 就是就是开始就是 每个人都在开玩笑 越开玩笑越厉笑的哈哈到笑 说起来是我们中国人是很吵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就是 喜欢聊天啊 喜欢吵啊 喜欢那个那个 大哈哈 我跟你讲 根本跟这个 菲律宾人比起来 不是一个档次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那菲律宾人 笑起来 我这个天哪 那是把整个 回忽 整个的 都拿 那个厉害 我跟你讲 我们赶 坦白下婚 反正我是笑的是 我是从来没有闭口闭嘴 就是那种由衷的笑 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开心啊 结果上来吃东西啊 上来吃东西 鸡腿 鸡翅板 哎哟 真的好吃啊 我从来没有吃过 那么好吃的鸡腿 鸡翅板 我本来不想吃的 我也没要饭 他就给了一个饮料 那个饮料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泡的 那个时候泡的 我知道是化学的东西 泡的 泡的那什么 什么 什么 果汁 喝了 哎哟太甜了 甜的想稀释吗 想喝的水 稀释吗 但是有没有水吗 就再喝再喝 就喝了很多 可能就那个东西 喝坏了啊 开始就吃这个腿 好吃 开始我想吃一块 尝尝味道嘛 那止不住啊 那止得太好吃了 那再吃一块吧 那再吃一块吧 这个又上了一盘 我说我吃好了 吃好了 不 不同的味道 一吃 哦 这个是那个甜的 带点甜味的 甜酸味道的 哎哟 又好吃 又好吃两块 等一下 又不同的味道 椒盐的 椒盐的又吃几块 等一下又是不是 这是辣的 就是一盘比一盘好吃 好在呢 就是说那骨头 我不是放到自己盘子里 放在一起 所以谁吃了多少呢 谁又不知道啊 明明吃 那我也是完完全全吃过量的 完完全全吃过自己 想要吃的那个分量的 哦 我知道不行了 不行不行了 一个是我这个人啊 晚上不吃东西的 超过八点钟就不吃东西 这是我的原则 我一般五点多钟就吃完饭了 六点钟是一定要吃晚饭 我晚饭吃得很早的 之后我就不吃任何东西了 一般的这个吃完东西 五六个小时以后才睡觉 好了 这个吃完以后 大家高高兴兴又开了车 又哈哈哈哈 然后我说我要不要付钱 不要付钱 我们大家请你的客 然后就回来了 我说今天是什么活动啊 就是邀请你啊 我们欢迎你来啊 后来我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偶然的 就是这个 这个女主人啊 跟这个小姑娘说 哎呦 我们今天这个客人好可怜哦 她买了一只鸡啊 一下被猫给抢走了啊 然后这个女孩子说 那不如我们两个人 晚上带她到那个 最有名的那个 这个城里最有名的 这个鸡翅膀 那个这个这个炸鸡店呢 我们就吃一顿啊 招待她一顿啊 好不好 她说好好好 正好旁边的有一个住客 也是住着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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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 听到了 那我也要去啊 你去 欢迎你去 然后她进去又去跟人家 来了一个单身男的啊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 哇 这个院子里就要求了五六个了 然后他们又跟他们的闺蜜啊 什么时候发信息 结果就是十七个女性 OK 一个个都打扮了花枝招杂 我那一坐 都像这个公主一样 都想跟我聊天啊 但是这个地方的人的英语呢 她确实是没有天使城那边的人讲的好 这是一种遗憾的 沟通上有麻烦 我跟这个小姑娘 21岁的这个漂亮小姑娘 是唯一可以比较沟通的 她还能讲一些英语 也是半懂不懂的 反正还算还算能沟通 其他的妇女就 就就不行了 那英语的都很差 对吧 然后呢 一听说我有 一个太太啊 我是说的 I have a wife 我有个太太 他们就强调 You have one wife 你有一个太太吗 我说有一个太太 马上就说没有机会了嘛 反正原形毕露 一个人就开始就 整个就是我就变得不重要了 他们就在吃啊 你要挠啊 就是开玩笑啊 就这样啊 就这么一个故事啊 那对于他们的时候 这个故事就完了了 对吧 吃完了 这个晚上回去啊 这个这个就睡觉啊 对吧 明天又是另外新的一天嘛 我就还没有玩 我就没有玩 为什么没有玩呢 首先是吃了太晚了 出去就八点钟了 到了八点半 东西上了九点钟 吃到十点钟结束 十点钟结束 我有累得不得了 我也想睡 但是这个胃也很不舒服吃多了 所以说一直在脱酸水 一直这个胃也非常非常不舒服 半夜大概一两点钟醒了以后啊 就拼命 拼命就是说 强迫自己是醒来的那种状态 因为睡了嘛 这个胃也压得不舒服嘛 对吧 就想消化一下 喝一些水啊 怎么的这样 弄一弄啊 然后呢 时到太累了 又睡着了 到了今天早上 我这个天啊 往马头上一坐 一穴切你 一穴切你 我肚子刚刚好 昨天才好全 昨天早上是正常的带形状的 而且是有强度的 我现在已经好了嘛 没想到出来只有一天 估计是走着往上 不是那个鸡 而是那个饮料 估计是出了问题 啊 不过还好了 这个早上又吃了药啊 这个 这个这个啊 这个刷了几次以后 估计就 没东西了嘛 空掉了嘛 那现在呢 还没什么事 本来是今天想去逛那个市场的 你这里不远啊 有一个这个市场 买鸭 买鸡买鸭买鱼买肉 我想买点虾啊 今天我就不出去了 休息 就跟大家做一个视频啊 讲讲这个菲律宾人啊 啊 究竟有多么的热情啊 讲这个话题啊 休息一天 明天去市场 OK 谢谢大家 再见拜拜 耶